在电视网络自媒体大爆炸的时代 卓西乡数位机会中心就特别开办影视陪力班 邀请了本台主播高双双担任讲师 传授基础新闻以及经验分享 吸引了不少青年参加 希望有周一日能够透过电视或网络平台 记录并发扬布农族传统文化与森林智慧 台上新闻主播高双双图文并茂 传授初阶新闻采访制作以及经验分享之外 卓西乡数位机会中心也搭设简易摄影棚 让台下学员站在绿幕前学习播报新闻 学习互动热络 在电视网络挂帅的年代 时下青年对于电视新闻影视产业也高度兴趣 卓西乡数位学习机会中心就特别开办 这一堂影视陪力班 邀请在地专业的新闻人高双双面授机宜 培养卓西乡的影视制作人才 因为我们部落很多的文化以及故事在慢慢的流失 那特别是疫情期间呢 那很多长辈可能身体也慢慢嵌安了这样 那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记录自己部落的故事 那长辈的一些智慧很珍贵 过去也没有文字保存下来 那需要透过大家去用影音的方式去做记录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透过这个机会呢 让大家可以更增加一点点专业的知识以及技巧这样 然后帮助大家去完成这件事情 不论是新闻知识伦理还是实际操作新闻采访录制 一整天下来 每一位学员不仅对新闻影视产业有所认识 也收获满满 在台上的感觉 蛮紧张的 而且上面蛮热的 灯光的关系 然后蛮开心可以今天到这个课程 然后也学到就是 主播有时候讲错话可能会被导播吗 就是觉得很好玩 就可以去上面体验那个当主播的那种感觉 虽然就短短那几年 但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技巧 卓西湘是为学习中心指出 卓西湘拥有丰富的族群人文历史三川景致 尤其布农族特有的传统历史文化 因此希望借着课程的体验与学习 让卓西湘青年也能尝试 透过影印的方式来揭露地方 传播部落人文历史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